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您足够有钱 然后您能够请到伦伯朗的话 那绝对是可以为您的家族 荣耀的传承 然后可以画出非常棒的肖像画作 好 这里我们同样看到的还是伦伯朗的 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画像 因为伦伯朗呢 其实我们在今天我会全部以伦伯朗自己的自画像为主 给大家来做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伦伯朗呢 实际上一个呢 在他 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他自恋也好 或者是自信也好 那么从他年轻的时候 20多岁的时候开始 伦伯朗就开始画自己的自画像 可以说呢 在历史上 在美术史上 画自画像最多的画家就是伦伯朗了 从20多岁一直画到他60多岁 那么大概前后他画了100多幅自画像 如果说把他的所有自画像连起来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像传记一样 就好像你在看一个人的一生 所以他是很少有的画了这么多自画像的画家 以后还会有一位画自画像比较多的画家呢 也是贺兰的 就是梵高 但是呢 梵高的自画像是集中在他最后的两三年 他在最后两三年间画了二三十幅自画像 可是呢 伦伯朗从他20多岁到60多岁却画了100多幅 好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以伦伯朗的自画像为主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这里呢 我会给他分了大概几个阶段 分了几个阶段 首先我们看他年轻时候的 1628到1632年 那我们说呢 他是从起步到成熟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自画像 从最开始的表现的一种青涩 或者说表现他自己的这样一个 处在一个刚刚踏入社会 一个意气风发 甚至呢 充满了期待的这样一个青年开始 好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 1629年他23岁 这是23岁的伦伯朗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 基本上就是在讲到他的一生 然后我们看这个还是23岁的伦伯朗 可是我们会看到前两幅 其实这两幅有点不同 这幅和前面一幅 然后这幅呢 我找到了它的一个放大版本 也就是它的特写 其实从特写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技法完全不同和前一幅 包括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它有对发丝等等那样一些描绘 但是在这一幅里我们会看到 我们看到它的脸部的激励的效果 它有一种非常粗糙 然后你会觉得 它在它的那个脸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皮肤质感的这个表现上 它花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做了很多的打磨 但实际上我们刚刚从前面一幅局部来 从整体来看 这幅画尺寸并不很大 并不很大 因为是肖像花 但是我们把它放大以后 你去看它的那个技法 你会看到它的每一幅里面 都用了不同的技法 而且呢 虽然同样是23岁 我们会看到同样23岁里面的 伦伯朗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因为我们说一个人 他处在即使是同一年份啊 他处在不同的心情 然后他经历不同的事情 所以说他会把自己表现出 呈现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当包括这个笔法的描绘 其实这一幅呢 我觉得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是我想起的是 米卡朗基罗的一幅雕树 他为美蒂奇家族所做的 这样一个叫做 昼夜木城 然后那个四幅雕树里面 有一个叫做木 然后在木那一幅 他把那个老者啊 就是那个面部就雕刻的就是 就好像没有打着 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雕完 然后那个面部是朦胧的 然后是抽象的 极为抽象的朦胧的 那个面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我说 伦伯朗在这里呢 他其实是在试验不同的技法 在试验不同的绘画表现技法 好 我们再看一幅 这还是刚才那幅 好 我们接着再看 好 我们看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 是 也是伦伯朗 这是25岁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局部放大图 好 从局部放大图来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技法 又和前一幅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 伦伯朗在他 他的技法是如何 娴熟和成熟的 然后他甚至是在自己的身上 在做实验 然后包括这一幅的光感 以及激励效果 而且这一幅呢 虽然事隔两年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从装扮 衣着 然后从他戴的帽子来看 我们看上去要成熟很多 而且呢 也显得很意气风发的感觉 好 真的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好 我们再来看几幅 好 这一幅我们看一下 这一幅呢 是26岁 26岁 然后我们看这一幅呢 其实我 我还是给大家看放大图吧 好 我们看一下放大图 这样从放大图 我想让大家看一下他的表情 特别是他的眼神 前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 意气风发的 很自信的 然后很阳光的 伦伯朗 但是我们看这一幅 你去看他好像是 有一点迷茫 似乎还有一点点的疲惫 你会觉得这个眼神里 其实表现了很多东西 你会看到伦伯朗 在他不同时期和不同时刻 以及不同心情 情绪之下的伦伯朗 而且这一刻你看 如果说是摄影作品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表情的 那个瞬间抓拍的非常好 然后特别从细节来看 我们看包括这种胡须的描绘 他的细节是非常细致入微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伦伯朗 他其实是一个对微表情 非常非常有研究的一个人 他同样在画他自己 可是那种细微的眼神 然后那种通过技法 然后表现出不同的 那个脸部的肌力和质感 是完全不同的 好 这里我们再看一幅 这一幅也很有意思 然后这一幅呢 孩子26岁 我们看到孩子26岁 我还站这里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因为前面那一幅 我们会看到有一点 好像不太精神的伦布朗 你会觉得有点疲惫 甚至眼神有点迷茫和迷离 但是我们看这一幅 我觉得这一幅的眼神更复杂 大家看一下他的眼神的那个表情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一点 大家可以细细去品味一下 从我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狡猾 有点皎洁 好像在想一个什么 什么小心思 在耍一个什么小聪明 然后似乎又想 好像要掩盖一点什么 而且你会看到他的眼神 他是处在暗部的 他的亮部是在这个部位 在脸的下半部 然后真正表现眼睛的地方 虽然在暗部 但是你又可以透露出一些 但又觉得好像他又想隐藏 又想躲藏一点什么 然后你再看他的嘴的形状 看他的嘴型 看他的嘴型 他嘴型的这种感觉 你也觉得好像 他在表达什么 还是他在隐藏什么 整个表情就和前面一幅相比 特别丰富 也这一幅的表情 好我们再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下面看到的呢 会是伦伯朗在1632到1640年 然后这个时候呢 是他最成功的时候 我们前面看到是青年时候的他 然后我们说他是富有而快乐的生活 好我们看一看 好这一幅呢 确实能从他的穿着 我们看一下 包括他戴的发饰 然后他的衣服 衣服上的这样的一个装饰 绝对是当时的上层阶级的 这样一个很风流 很过着很自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位艺术家 然后包括头发 头发的卷曲非常漂亮 好这一幅呢 我们也有一个放大的作品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细节 看一下细节 像这一幅细节 我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 他头发上的这种金属的装饰的描绘 质感非常好 质感很好 好我们再看这一幅 这幅其实比较吸引我的是他的装扮 大家看一下这个帽子 帽子的形状很有意思 然后这里呢 我同样想让大家看一下细节 我们看一下衣服的细节 我们看看 很滑贵的丝绒的面料 然后上面的宝石镶嵌 哇 这个他的这个 从绘画的细节来说 技法是绝对一流 绝对是一流的技法 好我们再多看几个细节 再看一下上面的装饰 看一下上面的装饰品 可以说他的细节 你去看伦布朗的画作 如果你去看原画 看原作 你会觉得他的细节是完美 绝对找不到缺憾的 你是找不到缺憾的 找不到缺点 好再看这一幅 我觉得这个帽子 我们看看这当时所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很时髦清廉 当时的时髦清廉的 这样的一个装饰样式 好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一幅 这一幅呢是在表现他的 很奢华的一个家庭生活 然后他年轻的妻子 非常漂亮 然后那个时候周末呢 他们因为 因为是足够富有 他们就经常是宴请宾客 宴请宾客 好这一幅呢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好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美丽的妻子 非常的温婉 非常的温婉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画面的其他细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袖子的描绘 袖子他描绘的这个衣服的这个 丝绸的这个薄的这个质感 因为前面一幅呢 我们看到的是那个 那个那个金属 比较清楚就铁鹅绒吧 像那个丝绒的感觉 然后这一幅呢 我们看到的是丝绸的感觉 那种透明而薄的丝绸 啊细节非常完美啊 真的细节非常完美 还有他佩戴的佩戴的剑 好 好从这些配饰 我们都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棒 好 这一幅我们看一下 这一幅呢是在1640年34岁 然后这个时候呢 都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候啊 人生最风光的时候 好这里呢 我同时给大家看一幅 这是提香的一幅作品 大家会觉得这两幅的姿势是不是非常香香 好 那么提香呢是威尼斯画派啊 在文艺复兴晚期威尼斯画派 一位极为著名的一位色彩的大师 而且提香呢声誉极高 而且呢他提香应该是活到了90多岁啊 在那个时候能够活到90多岁的画家是很少见的 所以提香是绝对当时是意大利 绝对是一流鼎鼎大名 这样一位绝画大师 所以伦布朗这个时候 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和提香相提并论了 所以他把他自己画的和提香一模一样的姿势 他自信的认为自己就是赫兰的提香 自己就是北欧的提香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放大 放大图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自信满满的伦布朗 好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好还是1640年 我们还是从放大图看一下吧 还是一位自信的伦布朗 自信的伦布朗 那么从学习过色彩以及肖像画的同学啊 如果说对绘画机法有一定了解的话 你可以看到他的像从用色到笔触啊 从用色到笔触简直是完美到极点啊 完全没有缺点的 好这里呢我们看到的自信的伦布朗 然后他最富足最风光的那一段时期 下面呢我们会看到的是从1640到1648年 然后在叶寻这个时候已经问世了 叶寻 叶寻呢基本上是在伦布朗36岁的时候的作品 但是呢因为叶寻的问世呢 是伦布朗的在事业上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然后他的亲人他的妻子孩子相继离世 所以这个时候呢但是他不愿意去转变他的绘画风格 他不愿意去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这样呢导致呢他的艺术呢后来呢就生活呢就开始呢就走向了落魄 而且呢他的妻子呢在去世之前曾经留下一个遗言 也就是就说伦布朗不能再娶 如果伦布朗再娶的话呢他就不能够继承他妻子留下来的那个很丰厚很巨大的这个财富 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伦布朗后来呢就和他的女佣相恋 但是呢就不能结婚就只能同居 结果呢同居这样的行为呢又违背了基督教的这样基督教是不允许同居的 所以这样呢后来他的妻子的前妻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家里的人呢知道了以后呢 就还是就就闯入到伦布朗的家里啊就把他妻子留下的那些财富或等等 要么变卖要么拿走 所以这样的伦布朗后来呢就过着很生活上呢就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他一直不愿意低头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他的自画像是最少的 但是还是有比较少一点 但是他的艺术的表现呢我们会看到和前面呢就会有有不同 会有很大的差别 好比方我们看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是37岁1643年 37岁的时候呢应该来说因为36岁的时候叶群刚刚问世 所以37岁的时候呢应该是稍微受到一点人生的打击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呢 特别是他的眉头上的皱纹很明显 皱纹非常明显 然后虽然穿着还算滑贵 大家看一下啊还是很滑贵的 特别我注意了一下他甚至还戴着耳环 甚至还戴着耳饰 但是呢从表情来看大家看一下啊 已经是有一些愁容 没有以前的那个意气风发了 好我们再接着看这一幅 这幅就比较明显了39岁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四个大概三到四年吧 它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从这一幅看上去呢就已经是 其实才30多岁啊 不知道40岁 但是我们现在看上去就好像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至少差不多50岁左右的人 然后显得非常非常的憔悴和疲惫 然后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放大图 我们看一下 然后它用了比较明显的笔触 非常明显的笔触来描绘它的面部 无关 然后生活可能在它这几年所饱受的这样的一些苦难 你感觉到全部刻画在它的脸上 非常明显 所以说从这个振画像的对比来看 那个反差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我们下面看到这一幅 这幅是41岁 41岁的伦伯朗 好我还是看一下 放大图 放大图 好 这个时期呢我们会同时看几户 好 然后再进入到更晚年的时候 1648到1669 1669年是它最后去世 大概63岁 63岁去世 然后这一段时期呢它的家产呢就已经完全被拍卖 然后这个时候它找它画画的人就特别特别少了 所以有人说呢 后期呢在这一段时期呢它的字画像很多 是因为雇主很少 那么更多的时候它可能是和它自己的内在在一起 然后它有大量的时间去对它自己呢进行自我的内在的这样一个灵魂的探索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时候的作品 好我们看到这一幅 48岁的伦伯朗 1654年 1654年 然后我们看到脸部的憔悴 然后经过岁月的这样的一个折磨吧 然后我们会看到非常明显的完完全全的就写在它的脸上 真的是用画笔在记录着它自己就像它自己自传式的这样一个人生 好我们再看一幅 好这还是 好我们先看这一幅吧 这个是50岁的时候 和前面相隔一年50岁的时候 然后我们又看到画面的细节 画面细节 然后龙光脑的笔触到了它的晚年的时候 它对于笔触的运用特别娴熟 非常非常娴熟 好 这幅 这幅是1658年52岁的作品 我们看一下它的放大图 我们看一下放大图 然后脸部的刻画呢 你会觉得更加生动 非常非常生动 然后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有谁从小康顿入到贫穷的家庭吗 他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可以看到这世间的一切 然后鲁迅的原话大概不是这样说的 但是大概意思是这样的 有这样一句话 好 这两幅对比 一个是1659 一个是1660年 53岁和54岁的时候 可能是身体的原因 这个时候呢 他戴白色的帽子比较多 大家会看到 戴白色帽子是比较多的 这个是1661年55岁 然后这两幅都是 1661年55岁的时候 然后同样我们会看到 这个从放大的 局部放大图来看 局部放大图 然后看它的脸部细节 好 我最想给大家展示的呢 是下面这两幅 我们看一下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呢 是 先给挡住啊 好 我们看这一幅 首先看 然后这幅呢 是在1665年59岁 因为它是63岁去世 所以基本上就是去世前三年的作品 但是这一幅呢 我觉得在它晚年的作品里面 这幅其实是最动人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看到这幅作品 你会觉得它居然在笑 因为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所有作品里面 你看到的都是一个很严肃的在面对它的生活 或者在面对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伦布朗 可是呢 你看这一幅作品 特别我们看放大图 它居然面带了笑容 然后我记得曾经有同学在捷克论文里面 然后专门写到关于伦布朗的自画像 然后那个同学呢 他会一幅一幅的描述 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 他所感受到的伦布朗 然后当写到这一幅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位同学说 他说我终于看到了伦布朗在笑了 他说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点轻松 可是呢 当我在仔细去看这一幅的时候 他说这是怎么样的笑容 他说这也许是一个人 他在经历了一生的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波折 而且最后呢 当他能够成功 能够在东山再起的时候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 包括像 特别是贝尔尼尼 我们说贝尔尼尼 在他生命当中 沉寂了十年以后 他最后又重新走上他人生的顶峰 可是呢 伦布朗他的绘画技巧是绝对是一流的 而且他只要屈服 他只要向市场屈服 他就一定可以再获得巨大的财富 可是他不愿意 他觉得我宁可不要这些 我要坚持去走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艺术道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看到 他那么沦布朗 我突然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笑容 就好像人在坚持了一辈子 到他最后 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生命要走到最后了 然后他可能在坚持到最后 他说我看 好吧 所有东西都可以一笑了之 可能所有东西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我过去我所 别人大家要我 我过去曾经抓取的 或者他现在看到别人 还在努力抓取的一些东西 可能对他来说他真的就是一笑了之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好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路看下来 一路看下来 好 我们看最后再看两幅 这是在1668年61岁的 隆布朗 61岁的隆布朗 然后这一幅的细节 我也找到两幅也挺有意思 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他描绘的头发 头发的细节 当学习过绘画的同学 可能从这个细节的描绘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受到更多 在一个人他在面对 不断的面对他自己 不断的拷问他自己内心的时候 或者他说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去表现我自己 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 内心的挣扎 好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刚才呢 我选择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部分 我们从年轻的隆布朗 年轻的意气风发的 充满自信的 然后走上人生巅峰的 获得巨大财富的隆布朗 然后到最后我们会看到 生活走向落魄 虽然是生活和物质走向落魄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 从眼神 或从他的面部 我们看一下 那么他不断的 或者他内在 心灵丰富和富足的 这样的一个 隆布朗 好 这一段话呢 我很喜欢 他说 我们说 隆布朗一生不屈不劳 他到底最后坚持的是什么 我希望讲到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同学 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去想一下 那么他所坚持的 这一定不是世俗所要他 或者说市场所要他 去坚持的那个东西 我们说 岁月的画笔 在他脸上留下的印记 似乎表明 只要他还能做画 还能创作 他做人的尊严 就不会灭灭 他如同穿戴戏服面具的演员 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 与其说他像一个戴着面具的演员 不如说他看清了每个人 都戴着面具的事实 并且用他毕生的精力 将假面彻底的摘下 所以我会看到年轻的时候 多变的隆布朗 然后有不同形态的 不同表情的隆布朗 然后到最后他深入刻画自己内心的 这样的一个隆布朗 好 看了这么多隆布朗的自画像 我们说像自传一样 我们也读到了隆布朗自己的一生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一段PPT内容的时候 我前后花了有两天的时间 然后因为我不停地筛选 然后不停地去选择 然后每一个时期有什么样的作品 最能够表现我们想所要表达的 这个隆布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所以像我在选择的过程当中 在这两天时间 我就觉得我在选画的过程当中 我好像跟着隆布朗的一生 就走了好几遍 就跟着他起起伏伏 好像走了很 就是经历了好几个回合一样 像我自己内心也有很多感触 所以这里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我说如果要你每一位同学 现在面对视频的 如果让你来画一幅你生命的自画像 你会选择如何表达自己 好如果你会画画 如果你会画画 然后我们看了画家的自画像 我们看画家是如何面对他不同时期的他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当下的你 现在正在听课的当下的你们 那么你们如果说 我说让你来画一幅画的话 你会选择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你呢 或者你是呈现带笑容的你 还是严肃的你 还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你 或者说你会用什么样的色彩来表达你自己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值得 值得你们去问一下自己的 好当然了有一点 我们说如果画一幅自画像 因为我们同学呢 可能大多数同学 你都没有办法去真的去画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有手机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有手机 你不会画画 可是你会拍照对不对 而且我们手机是不是都可以自拍对不对 而且我相信现在在我们课堂面前 来听来听我们这个课堂的同学 你们所有同学你都自拍过对不对 你无法否认 所以如果你不会画 那么你可以拍 所以这里呢 我会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也就是在下周课前 每一位同学都要上传一副你自己的自拍照 你自己的自拍照 然后我要求是呈现当下的你 大家看一下啊 当下的你 然后在这个自拍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还要写一个大概200字左右的一个简要的说明 不要只交一个照片啊 我也想其实读一读 当下的你 你对你自己的描述 或你对你自己的表达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的是真实 就你在当下这一刻你去捕捉一下 你想如何去表现你自己 所以我说这个重点是 你如何表达当下的你 而不是你想成为的你 或者别人要求的你 或者是别人眼中的你 大家看这几句话是不同的 就你想成为 或者你当下你自己就是一个什么真实的状态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想到的就是 我父母要求我怎么样的 老师要求我怎么样的 或者说别人要求你 别人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的 或者说别人眼中以为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处在后面的这个状态 但是当下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呢 我需要你们花一点时间 特别是通过伦布朗的自画像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你们在可能在这一个在面对自己内在的时候 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好 然后这个自拍照呢可以素颜 你也可以美颜 为什么因为美颜其实也在表达自己 我如何美化我自己 或我让我自己美颜到多少度 是十度还是一度两度还是五度 其实这个也取决于一个你对你自己如何去表现的 表现的问题 所以说美颜是可以的 然后呢你可以正脸 也可以侧脸 但是呢 你不能把脸遮住 你不能把五官全部遮住 五官要露出来 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自拍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作业 我希望通过这个作业呢 我们可以有很多更深的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内在的 或者当下的你的真实的你的一个体会 并且呢把它表达出来 好 然后下堂课上课之前呢 希望这个作业呢大家都能够完成 好 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明天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